监视器画面中一辆特斯拉猛踩油门冲进停车场 不但撞坏好几辆车 车主自己也受到重伤 事隔近一年浙江温州法院判决 车主要赔偿特斯拉5万人民币并且道歉 你没听错是肇事车主要赔钱给特斯拉 因为去年8月出事当时 他是这样跟大陆媒体说的 Model 3的车辆自动失灵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并且当时车辆自动辅助驾驶并被开启 车辆在突然自动加速后 自己进行了紧急制动但没有作用 然而经过科学鉴定后 去年10月他在警察局里做的笔录 却承认根本是自己错把油门当刹车 所以法院才会判他败诉 指控特斯拉踢到铁板的还有今年4月 大闹上海车展的这位女车主 当时他说自动刹车失灵害他撞车 结果特斯拉随后提出精确到每一秒钟的行车记录 要自证清白还同时把女子告上法院 现在这起官司还在缠送当中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